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过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呢 咱们完成了一个举行类 那举行类呢 咱们是按照咱们说的定义的抽象类的规范去做的 对吧 这样的话 咱们在开发其他的类 因为形状有很多 都需要按照这个规范去做 那规范就规定了 咱们在扩展形状对象的时候 写形状类的时候 必须有规范里边规定的那些方法 对吧 而方法的具体的实现 就得看你写的是什么形状 就按照形状自己的去实现 对不对 那上那个咱写的那个矩形类呢 其实呢 是为了咱们写成什么用啊 写主程序 作为调试用的 比如说咱想要比如扩展 你要想把怎么也得写几个demo吧 写几个例子 要别人参考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先写一个矩形作为参考 当然了 咱上几个矩形类 咱们也没有运行 没有看执行结果 那肯定有一些bug存在 所以呢 咱们得写完主程序 用的时候 再把那些bug 有问题再调一调 对吧 只是咱写一个作为演示用的一个类 这样的话咱把主程序写好了 演示的也写好了 那么你照着这个矩形类和形状的规范 你就可以写三角形 写圆形 写平行四边形 等等等等 其他的形状 是不是都可以了 来 那我们这节课呢 也按照这个形状的规范 因为规范写好了 定好了对不对 主程序 我可以按照规范里调用了 对吧 为什么主程序就可以直接调用这里方法呢 因为它限制了其他形状 必须遵用这个方法去写 对不对 所以主程序这里边有的方法 主程序就可以直接调用 知道吧 那主程序咱们说 按照咱们上节课 咱们介绍的需求 对吧 主程序是不是需要有一个界面了 对吧 所以把界面先写出来 对吧 然后咱们再把主体的功能写出来 好吧 那这里边主程序 我们叫 index.pp 好不好 可以吧 叫这个 咱们先把主界面写出来 来 打开 html文件 斜材 斜杠 还是tml 头 斜杠 头 标题 斜杠标题 这块咱们写着 图形计算器 但是呢 咱们这个做的比较简单 所以咱们就简单的图形计算器 图形计算器 当然这个只是咱们为了把面线对象的技术串一串的对不对 并不一定非得有实际的用油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中文了 为了防止咱们在页面上每次调中文 对吧 咱们直接把中文的编码写上好不好 可以用prp去写 也可以用tml去写 咱们现在既然直接写tml 咱就直接用tml调了 met 码地标签http-eq ui v 等于让它是文档的 C-O-N-T-E-N-T 文档的类型是什么呢 内容是 文档类型是文本的html对不对 charsite等于utf-8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有了这条代码 那么我们一刷新页面的时候 遇到这个浏览器就将页面的默认字符集改成了utf-8 对吧 然后我们这边加上包的题 鞋盖包的题 然后我们在这话 加上一个样子 标题放在中间 C-E-N-T-R Center放在中间 当然了你都可以用CSI样去做 因为咱们是为了实现功能 就不太细追究页面了 然后这话写上he标题 鞋盖he 然后这话跟title是一样的 简单的图形计算器程序对不对 然后咱们要想用户操作的话 是不是得有用户操作的链接啊 他点三角形 点圆形 点举形 然后出现那个图形阶段对不对 是不是得有这样的链接啊 那其实呢我们如果想做到用多态 什么呢 只要是你把那一个类给我 我就可以直接加上那个链接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咱们现在没有学文件处理 没有说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矩形 写完了对不对 妹子在写一个三角形 或者写个圆形 写个T形之类的 你只要把那个类文件按照明明规动 往这一放像矩形这样一样的 咱们就可以辨定文件 把这个名称读出来 作为链接的标题 对吧 这样的话 我在不改任何代码的时候 你只要写个形状按照规范去写的 只要往这个目标一放 程序自动就出现你那个形状的链接 一点就会有图形界面 输入数据就可以直接计算 就什么代码都更改了 对吧 咱们说了 扩展程序尽量不改代码可以 或者改少许的代码 对吧 那咱这话既然没学文件处理 那咱就改少许代码 咱就改成什么 咱们就 让用户加一条 写一个形状加一条链接 不算改太多代码吧 所以咱链接就手动写在这块 写上 AHIF 斜盖 A 这块来一个分割符 这块写上 矩形 可以吧 对 然后 再来一个形状 比如说 三角形 三角形 看到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 点这个矩形三角形链接的时候 你可以连接到别的皮尔皮文件去 去处理对不对 那我为了保持这个界面 咱们就用一个对 对本文件 本文件叫因代的皮尔皮 那我这块也叫因代的皮尔皮 行不行 看到了 然后下边我再出现一个 HR Br是B头线的 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直接访问 您带死是不是默认就是主程序 对不对 看一下 你看 简单的通用计算器 默认就是中文编码 对不对 有矩形有三角形 对不对 如果你写个T形 妹子写个圆形 对吧 然后比如说再写个拼一四边形 我只要在这加链接 是不是就可以操作了 然后用户点矩形 点三角形 是不是都提掉给本件面了 那我在程序 你点矩形 我是不是得处理矩形 你点三角形 我得处理三角形 那他们两个链接 现在都在同一个地址 是不是区分开 那为了能区分开 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边 需要加上用户的动作 让UR地址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址 是不是用户就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还是访问同一个文件 不一样 咱们用参数来解决 这也是咱们以后写成文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一种方式 对吧 相同的链接 也就是相同的位置 定位到同一个文件 同一个文件 还想区分你是哪个操作 就得用不同的参数 真的吗 那我这话讲说 action是动作的意思 对吧 那这个RECT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是动作 是点矩形 对不对 action 比如说三角形 三角形英文是 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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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Z LE 对不对 三角形英文单词 这样的话 你看 我访问到这个地址和这个地址 不同的地址 我现在就怎么当 是不是参数不同了 对 所以我在下边如果我再写一个PRP程序的话 看 我这话直接打印出 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用Guy的提交 对不对 打印Guy 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我如果什么都没访问 没有参入的话 一刷新 默认这Guy的数据是不空的 但是我现在一点矩形 是不是这会来action这个 一点三角形 是吧action等于这个 所以判断Guy的里边action的值是什么 就知道我们点的是哪个 是不是这样的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说默认的情况下 就提示用户请你选择形状 那我们这会儿其实可以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用ENPTY判断 到了不下方性Guy的内容 是不是会为空 对不对 是不是会为空 那判断 他可以判断他的什么action 对不对 有没有 那如果为空是不是反复真呢 对不对 如果为空就反复真 但是咱们为空是不是作为提示用 加个探号什么意思 就判断 Guy的里边action存不存在 如果你点击按钮的话 爱之真传过来了就存在 对不对 没点击按钮是不是就不存在 那不存在的时候是不是执行这个 什么 否则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判断 我写了不是 判断用户是否有选择什么点击 选择单击一个形状链接 对吧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单击一个形状链接 对吧 如果选择的话 是不是就能传过action了 对不对 如果不选择的话 是不是就没传过action 对吧 然后这话 否则这话 可以什么 如果用户没有什么单击链接 则是什么默认访问这个主程序 是不是这意思 默认访问主程序 那默认访问主程序 我们这就提示一下不就完了吗 输出 输出什么呢 请选择一个要计算的图形 是不是一个提示啊 对吧 现在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不加参数的话 直接默认或者是一刷新 你看提示什么 是不是请选择一个要计算的图形 对吧 那我如果一点这个呢 是不是就没有那个字了 没有那个字 在这里边 我们能不能收到 什么 是不是就get里边action就证明存在的 对不对 动作存在的 那我们能不能得到那个动作纵串 可以 是不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抓心一下 将你举行 你看 举行这个 是不是就有了 如果我什么形容都没点 用户默认直接绑的主程序 是不是就选择一个图形 点举行 之后有举行字路算 点三角 就用三角 字路算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后边写程序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一种方式 就是用一个参数来区分用户的操作 这是咱们这几个说的重点 当然了 也把咱们主界面写完了 对不对 那具体用户选择形状之后 调用形状的界面 然后呢 在这个形状的计算 那都是咱们那个对象的要求的 对不对 那咱们下这课再详细的介绍 好吧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介绍一个主程序的最基本的一个语法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下这课咱们继续 好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